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花冬骑车二日游 而立委林义军全程陪同 虽然途中遭逢大雨 但一行人毫不气馁 林义军表示风雨的考验 就像花莲遭遇地震的困境 只要大家齐心努力 永不放弃 花莲一定能重新振作起来 花莲大地震灾难期间 立委林义军团队积极协助灾民 也号召各县市社团 把资源挹注到花莲 而6月7号8号两天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花冬单车二日游 林义军也全程陪旗 希望透过柯文哲的魅力和行动力 能够号召更多人到花莲来旅游 零四零三大地震 对花莲现在的影响还是很大 花莲的观光还是一绝不振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还有义军团队 还有副国渊议员团队 骑着铁马一起来行销花莲 振兴花莲的观光 我们从花莲开始骑铁马 到玉里 然后再从玉里沿着海岸线 骑回来花莲 在这一个路途中 我们介绍了花莲的景点 还有花莲的美食 希望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都来花莲玩 晴天也遇到了阴天 但是我们守护花莲的心 永远不变 希望花莲的观光能够振兴起来 希望大家都来为花莲加油 柯文哲夫妇和林义军团队 从花莲北端出发 沿纵谷线骑到最南端的玉里安通 第二天从海线回来 沿途走访花莲知名景点和美食小吃 透过直播分享 邀请全国甚至于是全世界的旅客 都可以到花莲来旅游 体验美好的花莲风光 这里会幻视报导